谢谢教华老师 教华委员 我想今天这个宫听会 这个名称叫做 瘦肉筋美猪争议 台湾准备好了没有 我觉得是 我觉得标题应该是说 瘦肉筋美猪进口 请悬崖乐 这个标题应该是这样 台湾认证跟标示 我觉得是超前部署太早了 我们应该要问的是 你为什么不先沟通 刚刚我们年轻朋友已经讲了 程序绕过国会 没有先沟通 直接就一直行政命令 现在还没有进口 还有时间 我们应该让他悬崖乐马才对 那刚刚洪湘女士提到 这个逻辑很有意思 就是为什么只有 问营养午餐不可以吃 军人不可以吃 那警察呢 那住在医院的病人呢 那这种种的这些 争议的这个敏感的族群 是不是应该要一些研究 要一些这个评估 那这个评估没有 就说没有问题 那刚刚我们有个议员有提到 就是 卫福部自己就有提供过 这个科学的评估 我手上这份资料 因为我们是动保团体 我们关心 莱克多巴胺对于 动物的影响有多少 2017年的一个 review 一个文献回顾 针对动物的行为 生理 骨骼 种种 做了非常详尽的研究 会不会造成他死亡 不会 如果在20 这个要出租之前 给他吃 不会 会造成他其他什么 肌肉问题 会 这些研究是很清楚的 但是对人的研究呢 非常少数 目前来讲三篇 那对敏感的猪群 没有研究 所以现在禁止的 这些国家才会说 包括这些发表的科学 这个paper都会说 我目前的研究 还是有限的 那对人的研究 是有限的 但是对动物的是这么多 对动物的研究 这么清楚 那问题造成这么大 但是对人的研究 这么不清楚 那我们却可以说 那对科学证据 没有问题 不是这样 科学证据不是一篇paper 就可以说明 可以代表全部的 不是 所以政府一直强调说 科学说没有问题 科学说没有问题 科学非常有问题 它的代表性还不足 它的涵盖率还不足 它研究的对象还不清楚 所以这是 我们不但是从动物的角度 我们也从 我们消费者安全的角度 我们反对 那其次我再强调一次 我刚刚记者会讲了 政府要拿美猪 要抵抗美猪的 要安抚我们消费者的是说 你可以吃问题肉 但温体肉的问题一大堆 动物学者说 温体肉比马桶还脏啊 那这个续菌数比 比这个马桶还高 这是台湾的学者 动物学者这么说的 那我们要不要去厘清一下 拿温体肉来抵抗美猪 我们要消费者面对的健康风险 又是什么 这些风险要不要提出评估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提升 我们自己真正的这个 我们有台湾猪肉的品质跟安全 我们才能够说 告诉消费者说 那你可以吃台湾的猪肉 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 谈认证 谈标识 是提前 是超前部署 但是重点是 我们应该呼吁 蔡政府悬崖勒马 美猪进口 先想一想 先沟通清楚再说 谢谢 求贤之委员